我們看這個第20號 那麼20號呢 這裡要來說第16條的勤改 就是說 自己如果做不到 沒有參會 實際上是說 人對我們有過世 要來跟我們參會 那麼我們沒有接受 沒有接受這個 把人對我們的參會的 這個度限 那麼有犯改 欲主菩薩 安主菩薩 正解六義 以他優情 優秀 欽繁 欺負 欺負 不為 必 欽繁 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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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中生有做不到的地方 這個人總是說不是很緣緣 那麼有時候這個脾氣發起來 或是說種種的煩惱發起來 那麼就會在行業或是考驗 有種種的行動 有可能會去上海到別人 所以這就是對有其他的這個中生的 你呢有去把你撈亂到 譬如說有時候講話 講講的待會兒就講講那個很 這個渣生的話 或是說要幫你撈亂一下 要幫你撈一下 像是一支渣這樣 幫你渡 渡讓你會痛 我們這支渣呢 渡生活會痛 但是我會說出來像渣一樣 渡對 渡他的心 讓他的心痛苦 就是要讓他鬧亂 或是說這個行動的去上海到別人 這個就是我們有責做 我們本身就是有這個問題 有這個問題的行為出現了 渡身是說呢 我們自己沒有 我們沒有這樣做 我屬性呢 沒有這個心 我也沒有說要幫你撈亂 我們並沒有這種的想法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是條缸的 條缸要幫你撈亂 這也是有 不過呢 有時候呢 我們邊沒有這個心 沒有這個心呢 如果說出來的話 人們會覺得說 你在他撈亂 你在他插 他會這樣想 他就有這種的懷疑 你是不是 還要幫我撈亂 我們屬性呢 是沒有 不過呢 有可能別人誤會 實際上是說 我們什麼會都沒有做 原本也沒有說什麼會 也沒有創什麼會 不過呢 別人有時候 也會有這種懷疑 懷疑說 你要把他鬧亂 你要對他有這個不理的行動 那麼 如果我們有做的會 我們應該說 總是呢 我傷害到你 那麼 很抱歉 向你投資 向你參會 那麼我們應該說 這樣做 向人投資 這是應該嘛 我們總是做不到 如果我們沒有做不到 如果我們沒有做不到 別人呢 有這個懷疑 他有疑惑 疑惑說呢 你是不是 有傷害到他 那麼我們也是 他要貪辯 跟他改水 清楚 不要讓他一個心裡 大陸是在那裡懷疑 在那裡懷疑 在那裡懷疑 懷疑說 你是不是要把他傷害 還是說你有這樣做 我們事實沒有 不過他懷疑你有 有可能 譬如說 經過第三者 團回來的位 那麼 那麼 人說 沒有人 要把你害 那麼 他就起這個懷疑的心 那當時 我們也說 如這個政理 這樣說清楚 我扁無 那是你五次的 那麼當這個情形發生之後 如果呢 你若是因為 陷陷心 我傷害到你 當然也是會對人不高興嘛 是對他不高興 不只要來上海 要跟他鬧亂 這就是 一個因素 那麼 上海到後 這個 我現身 還沒辦法放 還在心裡 年後 不想跟他 倒欠 不想跟他參會 就這樣說 這個萬 叫萬 這個叫萬 這個叫萬 心 瘦 一中 叫萬 的煩惱 像你的心 白條的 怎麼說叫萬 比如說 這個民主 民主 沒辦法放下來 我比較疼 有上海到你 那麼呢 有可能 他有這個心 想要把你倒欠 但是 這個民主掛掉的 我就 放不下 如果你倒欠 他已經沒有民主 的確是說 我就 比你更高 我怎麼會向你倒欠 我怎麼會向你倒欠 我怎麼會向你參會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 就是這樣 做這個中部的人 那麼 要把死者 給一個失禮 也沒辦法 就有這種的想法 我在死大 我哪有可能幫你倒欠 哪有這個死大跟死者 參會的事情 哪有這種的得力 就是這樣 還是說 做一個中心 要把他倒欠 要把他倒欠 這個民主掛掉的 放不下來 所以做不夠 這個就是 悠溫所執 如果你是因為 這種的 煩惱心 這個 萬幸 萬幸來說 也是煩惱 那麼狡猛 也是煩惱 如果你是因為 這兩種的煩惱 讓你 沒有這個 儒正利 來參會 怎麼說 沒有儒正利 來參會呢 這支死者 就是參會 我向你倒欠 我幫你回失禮 那麼 沒有儒正利 就是說 你 雖然說 有表現出來 我有表現出來 說 我向你倒欠 向你參會 不過呢 不成功 有時候 要跟倒欠 那個心 不是很成功 比如說 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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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者 讓你去 參會 讓你去 叫你 向他倒欠 那麼你本身 就沒有想要倒欠 不過呢 因為別人 把你搭 搭你過 讓你向他倒欠 那麼沒有做不行 那麼你要倒欠的時候 也是很輕薄 這個啦 這樣 不好意思啦 屬性 根本就沒有這個心 這個心 不如理想 再來呢 很簡單 就放棄了 這件事呢 我們 向人 感傷害得到後 我們不照顧呢 你就要 將這件事 這個幹的 我們說 把他倒欠 不要說一直放大 這件事呢 如果要說 也是算一個嚴重的事 總是呢 我們對不起人 那麼 一件事 放在心裡 就拔掉了 那麼我們趕緊說 看要倒欠 看要怎樣 大家 給他 說給這個 緩緩 那麼 不過呢 你 就是說 沒有那個心 沒有那個心 我們做不到 沒有那個心 要來 要來改革 那麼 人做過後 就好像沒事 這樣 這個呢 就是禁食 很簡單 就放掉了 我把你傷害到 我把你 鬧亂到 不覺得什麼 就算要把你倒欠 也是 親切 這樣說一個而已 一句 這樣說過 就像剛才 那個心裡 也不太幸運 那麼這個呢 在這裡來講 就有犯到 那個 菩薩 整個 菩薩 這個六義 那麼 因為你是 萬幸心 有時候 你就 討厭這個人 還要向他倒欠 那就是 也很痛苦 還是說 狡猛心 民主 掛不住 要跟我說 一聲 拍子 實在 說不出來 那麼 這個呢 都是 煩惱 的原因 讓你來 反改 你不讓人 倒欠 為什麼 因為 萬幸 因為 顧慮到 這個民主 這個狡猛心 讓你這樣做 所以 這都是 煩惱 來 違背 來 反改 由 我們 到 海大 風 疫 不惜 勤勢 是明 有反 有所為何 為前 如果 你如果是因為 這個 粉 大 海 粉 大 心 海 心 那麼 你 跟人 鬧欄 到 之後 學者 你沒有鬧欄 別人有這個 疑惑 不過呢 你就想說 就 做了就做了 如果說 還要 還要 把他 灰灰 太麻煩了 這樣 不可能你對他 便沒有說 有這個 萬幸 也沒有這個狡猾 不過呢 還要開這個鍋 實在麻煩 還是說 還要去找他 找他 說 也很麻煩 這個 噴斷 噴斷心裡 生起來 也沒想要這樣做 所以說 那個人幫我 玩弄 玩弄就玩弄 我又不想把他害了 我又不把他弄亂了 他自己在學會想那些事情 這樣我不要觸他 那些就好了 那麼 在這裡來說 也是有煩 不過呢 並不是 有這麼的煩惱心 讓你煩 就是說 你比較噴斷 還是 比較害態 應該做呢 要優勢去做 不過呢 就尊重刷 這個 為煩的過 過心的 就沒有煩惱心來煩 那麼長 不過呢 總是也是為煩 這個概率 無為煩者 毅毅方便 調避 學費 出不省處 安立省處 那麼 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你沒有向他倒欠 沒有向他參會 那麼 沒有煩的 有可能說 你確實 有上海到他 有跟腦亂到 不過 你沒有參會 沒有倒欠 又沒有煩 這是第一例 你要經歸 這個方便 我要用這種方法 來幫你調好 譬如說 你 腦亂到的這個人 那麼可能 這個人 他也是有 很多的問題 那麼 很多的問題 你如果說 用這種方法 我不要幫你倒欠 不要插你 那麼 是不是看你呢 為什麼我 要幫你倒欠 你總是 也是 有這個 做不到的地方 那麼 我就調工說 幫你倒欠 後 那麼 又沒有向你倒欠 讓你剩下 讓你剩下 看看 為什麼人要幫你倒欠 要把你這樣 插你的心 讓你自己去反省 是不是別人 有什麼樣的用意 那麼 目中 就是 讓他發覺說 會 我確實 有這個 問題 對 不然 人家怎麼會把我倒欠 那麼 他自己如果反省到後 他就可以 改掉他的過失 我們 在這個 這種 不惜的地方 然後 又回到 這個 宣處 按住在 宣法當中 那麼 這就是 第一個理由 你 沒有向他倒欠 沒有向他參與 沒有犯改 那麼 這樣 來說 這是 一種 的 佛山 要做中生的 的 他就是 用這種手段 來跟 調佛 不過 並沒有代表 佛山 他沒有心 要來參會 他沒有心 要向他倒欠 他也是有 總是 他有 鬧亂到重生 他也是有心 他有這個議員 但 我要來向你 說一句 盤子 我當時 有 鬧亂到 他也有這個心 不過 如果 如果 有這種 方法 可以 讓他 反省自己的 貴心 那麼 他 不要向他倒欠 不過 他也是有心 倒欠 這 我們要 了解 第二點 第二點 六 是 五十 什麼樣的情形 之下 你把鬧亂 沒有參會 沒有犯改 就是說 對方 是五十 那麼 我們 去鬧亂到 這個五十 就 不用向他參會嗎 在這裡來講 不必 為什麼 我們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你會去鬧亂到這個外圖 這個外圖 這個外圖 他 他 不信用 這個佛法 那麼 他有種種的 嚇一嚇嚇 種種 錯誤的境界 那麼這個境界 跟佛法來講 這個 佛法 完全都不好 跟這個 這個外圖 完全不好 那麼 你跟他接觸到 你們是 在什麼樣的營燃之下 接觸 譬如說 在討論 這個政法 跟社法 的時候 那麼 這個營燃 大家來作會 那麼 在這裡作會 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我們說政法 來破他的 嚇法 他 絕對 不會到他 聽 你說他 不是 你就直接 支持 你信用的 這些 都 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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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對 譬如說 如果說 一貫德 他們 成 魅力作修 對不對 那麼 我們 如果是一個 正統 受這個魅力法 問 你有這天 你遇到 你也知道 這個魅力法 會真是疑似社會 那麼 你就跟他講 他講的時候 你跟他說 你這個都不對 都說不對 我說不對 我才會向你倒極 我說對 我說是正理 是對 所以 就算你的心 感覺 去讓我鬧亂到 我們也是不應該 說 我向你倒極 我向你參會 就沒有這件事 你再把倒極 就表示說 我這說的 是不對 我說不對 是不對 這樣 讓你這樣不開心 會變成這樣 那麼 人家就是五歲 五歲說 他屬性 他沒有不對 我就是沒有不對 你不讓我參會 所以在這裡來說 如果對方 如果是外島 有這個情形發生 你沒有參會 不讓他倒極 並沒有反改 這個呢 是第二條的理由 下面的第三條 約比希望 他說 要因現行 非法 優罪 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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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這個人 對方 你鬧亂到他 那麼 這個人呢 他的個性 是怎樣 他說 希望說 你屬性 在他的民情 真的有把他鬧亂到 真的有做到 很大的過失 那麼 你在向他參會的時候 他比較有接受 這樣 譬如說 你是在 他的背後 那麼 對他呢 有說 說一些 不應該說的 會 相愛他的會 那麼 那麼 有時候 他如果在 第二條 第三條 才聽到 那麼 這個人的心 沒關係 那又沒什麼事了 那少數而已 不需要 因為這個 就來度假 有的人 心中 譬如說 比較誇張 如果 你如果說 這樣 去把會失禮 有時候 也是 感覺說 這就 沒什麼事了 這少數而已 他也不覺得 社會 所以 他就是 不需要接受 人的參會 對 剛才說 你真的說 在他的面前 打 大小聲 還是說 在他的面前 打下去 有很感動的傷害 那麼 他比較有接受 你如果說 這個人的個性 是這樣 他的心量 其實很快 我這樣一個小小的蹭 去鬧亂到他 他不會把我計較 那麼 對方 如果是這種的情形 你不向他參會 不反 那麼 那麼 其實 我們人就是這樣 也是 要有這個心量 其實菩薩就是這樣 做一個菩薩的 心量要看 那麼 可以 我們 可以 跟我們 種種的蹭蹭 我們 將來 要向菩薩道 你就要了解 要做菩薩 其實 不太簡單 這個 世間 我們說菩薩 他來這裡 使善 來這裡 生佛 來度眾生 那麼 變什麼 變他的 這個 滋鼻心 這個滋鼻心 的 這個 原點 因得他 來 這裡 做這件事 其實 他如果沒有要插獎生 他也是可以 他說 我做一個 我就生酒了 我就受傷 成功了 那麼 如果我在我的 政党 裡面 享受 這個安肚 享受 這個祖宅 也是很好 你 看這個世間 母女婦 他想來到這個世間 要來度眾生 那麼眾生 還對於 有種種的 早餐 不過 婦 他 不會覺得 怎麼樣 所以 跟我們 將來 如果 要行這個菩薩 道 我們要有這個人性 會 將來 眾生 對我們 優利 或是無利 這些種種 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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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我們還可以 喝 不可以說 那個人 對我 對我 這樣 我就 沒有插 沒有管理 或是 我 如果說 皮膚比較壞 一樣 又把皮膚回去 他在幫我 買 我還沒做回去 我們可以喝酒 是最好的 那麼 心量 看 你就可以喝酒 這就是這樣 很簡單 如果有心量 你可以喝酒 一切 人 對你的 這種 腦袋 在這裡來說 這個人 你就知道 這個人 你貪他很熟 這個是我的朋友 那麼 他的心量很可愛 我 如果 一點點 過時 把腦袋到 他不會 放在心肝裡 那時候 你不跟他 參會 不煩 再來 浴壁 優情 信 方 道徵 浴 灰 射死 悲情 憤怒 就是說 當這個人 讓你腦袋到的這個人 這個人的脾氣 非常地不好 非常地壞 那麼 你如果 要跟他參會 提起這件事 那麼 無憑會 就生起來 生起來之後 貪你呢 他也不接受 不接受 又不接受 甚至 貪你又在那裡 那麼 這件事 就沒有辦法解決 有時候 我們這個人 也是會遇到 這種情形 你 有的人 你跟上海中 他都把你記住 這是說 有時候 放在心裡 沒說 你拿起 之後 想到 沒想 沒關係 想到這件事 不行了 我們不想怎樣 那時候 你如果 點點好 不要跟他參會 不要跟他倒欠 因為有恐怕說 我如果把他倒欠 之後 他 等一會 又流想起 那麼流想起 要怎樣 他又蓋在心裡 一直把你記住 一直買 所以 那些人 如果是這種個性 那麼 你還是 不要把他倒欠 不要再提起這件事 讓他 更加 不開心 這個脾氣在走 更加大 所以 不參會 就不犯 再來 欲學地畢 為 性 貪心 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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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也是 有的人 有的人 心裡 可以貼 貼 剛才說 他心量很大 就你真實 他感覺 有招貼到 那麼 你向他參會 這樣就好了 你在背後 說什麼 他也沒聽到 他就是說 那沒準勝 那是少許的事情 那麼 在這裡來說 就是說 這個人 他的為性 這個性 就是 心 他的心 非常 可以貪心 這個貪心 就是 能力的意思 有這種的能力 那麼 什麼能力呢 就是 忍耐的能力 他呢 大大小小 都可以忍耐 小小的事情 和 傷害 他可以忍耐 你更嚴重 對他的傷害 他也可以忍耐 那麼這種的忍耐呢 不是說 豚潤 那種的 有時候 想說 啊 你這個人 你把我傷害到 那麼 我要把你報復 不過呢 一時 沒辦法 因為你的勢力 很大 我沒辦法 把你報復到 那麼 我就囤沌下來 等到有一天 我來找你聖宵 那種的忍耐呢 不是 不是這麼說的 菩薩的忍耐呢 就把它化掉了 這件事到他這裡 他動作沒什麼 用他的忍耐呢 將這種的傷害 將這種的鬧倫 都把它化掉 早前說 那種 它是放在心內 有在那裡 那麼那種的忍耐呢 其實 久來 也是不好 因為 總有一天 它的勃法 還是說 如果沒有勃法 一直放在心內 也會變成毒 毒害自己 情形心呢 一直喝掉的 其實呢 對自己不好 你若補法出來 有可能 會傷害到人 不過呢 沒有勃 沒有勃法出來的時候 放在心內 是傷害自己 這個心內 也會影響這個身體 所以呢 不然說 用這種 豚潤的方式 來受這個忍耀 不是 受忍耀呢 就是 用你的地位 那麼 從這種種 人一般看來 事情發生了 這有事情 不過呢 用你的地位 把這個事情化掉 動作沒事情 這樣 這種呢 比較是 我們說 受這個忍耀 是 克力的地位 來忍耀 不是克力的情緒 用情緒 如果 都共要把他 豚潤的位 那麼 早晩一天 也會傷害到 那麼 這種人呢 他的心 有這種地位 那麼 他也可以 忍耀 然後呢 他的體 體 體也是心 他的心 他的心 就是說 就是 並沒有 這個陷陷 因為呢 你如果說 一個受傷人 你如果說 我受這個 無雄 無五 受這個空 你如果常常這樣觀察 來說 就像這個忍耀 善忍一樣 他有種到這個無五 所以 這個國王 拿刀 要刮 他就覺得 沒什麼 這就是 靠地匪來 忍耀 那麼 他有地匪呢 他可以受忍耀 很多人 這個 親信心的 萬信 就不會生起來 那麼 這種的人 如果說 我把你照撻到 我把你鬧亂到 不過呢 我就說 你這個人 是真有地匪 是一個受傷人 那麼 你絕對呢 也不會跟我計較的 你呢 根本的 這樣的事情 對你來說 根本的不是什麼事情 不是什麼 真的 在別人看 好像 你跟上海一樣 好像在照撻 別人看 也覺得很辛苦 不過 對他來說 便沒有輸 那麼這種的人 如果你有 把你鬧亂到 那麼 你知道說 他可以進來 我沒有那個參會 沒有那個 得欠 那麼 沒關係 也是無法 不過呢 最後也是 向人 總是呢 我們自己 如果有做不到 最好是 就是 向人 打欠到 你不可以說 現在 大家都 邊邊 都在 都在 聽見聞 那麼 有一天 你去 鬧亂 鬧亂到 你就拿這條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囤亂嗎 你沒辦法 收 喝酒嗎 我就再幫你 倒欠 你 收那久了 你 我們不可以這樣 我們總是做不到 也是最好 要向人參會 這是最好 這樣做 他才是說 沒有參會 沒有過失 就是這個人 他可以 吸喝 不過呢 便不代表說 你 就要用這個 酒 那麼 放在每一個人的心上 比如說 每一個地主 來受傷 你就都認為說 你應該要受喝酒嘛 所以我幫你 鬧亂到 不可以跟你參會 不是這樣 也是要向人參會 再來呢 欲畢了他 陰下 親煩 親心 受替 二不回 下 該無為煩 那麼 這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你不向他參會 沒有煩 就是說這個人呢 他的拍子 這也是有這個情形 比如說 你做不到 那麼 你要向他 灰下 他的感覺 不好意思 那麼 不好意思 他的心內 不安 有時候 我們人也是要 遇到這種 這種的情形 你如果沒有向他參會 其實呢 他也不覺得什麼 不過呢 你向他參會 他點頭 不好意思 他的心內 他的掛來 有時候 譬如說 我們說到話 把人刺激到 那麼 他就趕 動作不聽到 動作不聽到的時候呢 他就覺得沒關係 等一個 他還說 有說有笑 不過呢 有時候 你如果說 因為這件事 可以跟他參會 可以跟他倒欠 他點頭 會不安 會拍子 那麼 他的狀況說 靠你呢 那麼 中 是不是因為 有這個過失 發生 那麼等一下 大家感情 就 好像說 不清楚 原來這樣好 所以呢 如果 如果 對方 有這種的 這個心 他的個性 是這樣 那麼 你還是不要跟他參會 那好 那麼 你如果不跟他參會 那麼 也不煩 像今天說 他的心 也不安 那麼 像這個事情呢 放大心來 一直刮掉 這樣 就是 有這種的情形 發生 我們還是 不要跟他參會 以免 增加這個心 的這個負擔 那麼 這個呢 如果是有 以上 這種的原因 你若是 有遭到人 有腦亂到人 沒有向他參會 那麼 沒有犯到 這條街 下面的 第十七條呢 就是 沒有接受 人的 這個 得欠 沒有接受 人的參會 那麼 犯改 欲主菩薩 安主菩薩 正解 六義 他受 欽凡 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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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作為一個菩薩 有 一天 那麼 不 剛好 讓這個眾生 來幫我們鬧亂 來幫我們上海 也是有 但剛才呢 我們會上海到人 那麼 別人呢 也有可能 會來上海到我們 會來幫我們鬧亂 那麼 如果 如果 有來幫我們鬧亂到 他也覺得他做不對 那麼 他就很困 用這種 魯法的方式 用這種 平定的方式 來向我們 躲欠 來向我們 參會 表示這個人 他的心 並不是 清清菜菜 他不是 我自己上海 一百分 那麼 我向你鬧亂的 那種的態度 只有五十分而已 那麼 這就不平定 你上海到的 會聽到多少 那麼 你就要 入室 照這個 鼻蠟 那麼 向人 很幸運 來 跟人參會 跟人鬧亂 到這裡 是說的 就是 親手之前 那條說的 就 很親菜 那種 親菜 來鬥欠 那也是沒有平定 那平定的 話就是 如法 有這個心 他根本就沒有這個心 沒有這個心 要來鬥欠 不過呢 表面上 也是有這個 渡欠的行為 也有說出渡欠的話 不過 蓬心 來說 就沒有平定 不符合 你的心 就是這樣嘛 不過 你的條件表現出來而已 今天這個人 他來把我們照撻到 把我們相害到 不過呢 他也是很平定 來向我們 度欠 那麼 這段時間呢 如果 你是一個菩薩 你應該 要接受 甚至 安慰 那沒有什麼 那沒關係 那你不要掛來 我接受 你不要再放在心內 事情就好了 我們應該呢 好好 將這個 不如意的事 把它化解 好 不過今天 因為 我們 懷疑到 這個 萬幸的心 因為 你對於 你 後面 好 我幫你記 記著 你 要向我度欠 沒有啦 沒有接受 然後呢 我要幫你鬧欠 又想要把你鬧欠回去 人也是這樣 你讓人鬧欠到 那麼 人要幫你度欠 有時候 你也是說 不要接受 是怎樣 最初 因為你 萬幸 又再來呢 就是 又要把你鬧欠回去 有那種 報福的心 你把我鬧欠 我就把你鬧欠回去 年後呢 沒有要接受 他的度欠 沒有接受 他的參會 這當初 你就犯到 菩薩界 為佩菩 應該要有的行為 因為做一個菩薩 不應該這樣做 之前我講到 他如果很幸運 來參會 這表示什麼 他知道他做不對 他如果說 他不幸運 沒有參會的心 那麼 靈動佩倫 今天 他是平定 如法 來向我們度欠的 表示說 他這個人 他知道做不對 那麼 一個人知道做不對 他的痛苦 因為有參與心 可以知道做不對的人 就是有參與心 雖然說 我這個事情做不對 我將來 會受到 很不好的胳膊 雖然是 知道說 我這件事做不對 會受到 別人 對我的基礎 那麼 他就趕緊 要來參會 如果你不接受的話 他心裡會越難 這就不是一個 做為菩薩應該要有的行為 今天要利益獲勝 盡量獲勝快樂 那麼 當然 他在痛苦的時候 他在痛苦的時候 你應該想辦法 將他 將他的痛苦 把它發掉 那麼 發掉的方法 就是為了 你接受他參與 他就沒有事 他就能快樂起來 不過 你不斷沒有要接受 甚至 所以 療肝用這個方法 還要讓他更難 那麼 這個 就不是一個 菩薩 應該有的 工作 所以 他會有的 是 他會有的 因為 你想要把他鬧亂 想要把他鬧亂回去 你對他 懷掉 這個 萬幸的心 這個 就為了 菩薩 雖然 你對他來說 這個 這句 雖然 你對他來說 對於這個人來說 我對你並沒有萬幸 你把我傷害得到 不過我對你並沒有萬幸 表示說 我的心也是很清淨 再來 我也沒有想要跟你鬧軟 我也沒有這種的心 不過呢 這個冰性 這個冰性呢 什麼叫做冰性 就是聽說八了 給你的本質 你這個人的心 人家說 過去來說 這個儒家的事項 你的心是誰給你的 聽說八了給你的 天性就是這樣 那麼今天這個冰性 就是你的個性 你生下來的個性就是這樣 鮮天的個性就是這樣 不是後來再背 所以呢 叫做冰性 鮮天的個性就是這樣 怎樣呢 不能蓋人 別人進行說 人對我們在特勤 人對我們參會 這些事情呢 我呢 我呢 要不要 我不要接受了 我 隨便對你不要這個萬幸 人 如果呢 我沒有接受了 你要給我參會 要給我倒欠 我沒有接受了 是怎樣 個性就是這樣 當然沒有這種的人 如果你是這種的個性 你沒有接受人的參會 雖然你沒有要給我鬧亂 也沒有這個萬幸心 不過呢 也是有煩 也是有為煩到 菩薩道 那麼這種的煩呢 這有兩種的概率 有的版本呢 是什麼 非煩 非煩 在白的版本來說 它有什麼非煩 非煩 怎麼說非煩呢 因為你的鮮天的個性 就是沒有接受人 就是沒有接受這樣 你並沒有萬幸心 所以呢 叫做非煩 那不在這裡說 非煩 是怎樣說 是怎樣是 有煩惱的煩惱心呢 我們說這個 你的鮮天的個性 就是沒有接受人的參會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你的心 太悶了 雖然沒有萬幸 不過呢 你的心 心量太悶 不像這個菩薩 作為一個菩薩的 你的心情應該要先看得到 今天不是 煩惱的個性 這個心長的就很悶 會說沒辦法接受人的度限 那麼呢 這也是煩惱心 的原因 所謂的 就是 事件為煩 那麼這種的煩惱呢 有這種的情形 無為煩惱 各各方便 調避 學費 公說一切 如前應地 在什麼樣的情形 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人要幫我們打工 你沒有接受 並沒有煩惱 就是說 當這個人 他不抵抗 他這個貴心 不抵抗 你如果要調避 譬如說 有時候 他如果很簡單 就在到人的 原料 他常常煩惱 那麼煩惱 之後 向人的度限 人就 原料 所以 這樣 他就不覺得 電視 這個機會 沒有兩日 他就更煩惱了 那麼煩惱 他想說 待會再度限一個就好了 這樣呢 總是 一直這樣下去 做作 也不好 今天 你用這種方法 他更煩惱了 我不要緩惱 我沒有緩惱 你常常這樣做 實在太不應該 這會 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好好檢討 自己想清楚 我沒有緩惱你 用這種的辦法 來調好 給他的緊張 不可以說 譬如說這個小孩 他就 自小的 那麼 一直想到 有的人 天生到 常常翻車 他想說 怎麼做 就有 這個大人 在扣的 那麼他就這樣一直做 一直做 今天 他常常翻車 很簡單 就知道人的原料 人就原料 他了 他就覺得 沒有什麼 這樣就不好 所以 不是說我們沒有接受 實在 用這個方法來說 對他 有利益 所以 暫時 我沒有原容你 讓他 可以真心 自己好好回去想 好好檢討 這樣 所以 這個 就不煩 那麼 公選一切 後面 就是 出不選出 不選出 不選出 這種種的 這個位 在這裡 他沒有說 你看 頭前就一樣 這是一點 透霜 另外 沒有 不選出 的 不選出 就是 那個人 要來打 那麼 你 不想來接受 為什麼 因為 他的打 の 根本 沒有生意 結束 不選出 沒有 扯 有 有 人 他 的 他的病不是真心的 譬如他強行說他如果沒做欠 那麼他自己有某一種的利益 會受到傷害 所以呢 趕緊 來給你付一個室戒 這樣 他付室戒的目的 是顧如百項 不是說我傷害到你 對你很難生 那麼我很辛苦 我做這樣不對 所以趕緊來給你 做欠 給你參會 他不是這樣想 意思是說我沒有幫你做欠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事情 別人的 或是說第三者的朋友 對我呢 會覺得我這個人很安全 所以他是這種心態來做欠 那麼你如果沒有接受他的參會 也是一樣 沒有犯罪 所以這條 就是做一個菩薩 當你受到中心的鬧亂 他如果很辛苦 他會給我們參會 那麼我們要接受 我們做一個菩薩 我們要有這種心量 不能說 凡夫無量 無法接受 那麼 做一個菩薩 還要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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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呢 講到這裡 我們要做一個菩薩 那些菩薩 還要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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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菩薩 還要承擔 還要承擔